主料,牡蛎250克,番茄500克,辅量,油,盐,葱,蒜,红椒,沙茶酱,黑胡椒粉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牡蛎,西红柿,沙茶酱,黑胡椒,葱,蒜,红椒,将番茄洗净切块,锅内倒油放入切好的葱蒜椒爆香, 将清洗干净的牡蛎放入锅内翻炒,倒入切块的番茄继续翻炒,番茄炒软后,加一碗水到锅里,放入一勺沙茶酱,盖上盖子煮至汤至变浓,加入少许甜和胡椒粉即可出锅,烹饪技巧,Tips清洗的方法这次我没拍,下面的图片是以前拍的,所用的调料沙茶酱在大型超市都有得卖, 如果买不到可以用其他酱料代气,海力的清洗海力,藏在海里的石头上,会进食淤泥和海水,所以海力在食用前还进行清洗 最快洁干净的清洗方法,就是用面粉清洗,将海力里放入两大勺面粉,加水,用筷子轻轻搅拌,然后倒掉水,继续加些水清洗下,细致水变清即可,用面粉清洗后,拿海力干净白嫩,还有要注意的就是,取海力肉是要破壳,利肉多一盏有碎壳, 食食必须清除掉,以免划破肠外,食前先在剩利肉的容器中放上点食盐,烧锅几分钟,利肉及被盐而收索,这时将利肉放在清水中漂洗,摘去肉上的碎壳,如此数次,大体上可将碎壳及杂质除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感谢观看